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霆锋 板上这个家庭 生下了两个可爱的baby 一切最开始的走向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直到后来张柏芝和陈冠希那一事件被爆出 引起舆论的轰动 很多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没有想到谢霆锋很大度地表示支持妻子张柏芝 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俩能够携手走到最后 但是没有想到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两个孩子由张柏芝抚养 起初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两个人态度非常不一样 张柏芝多少有点怨恨谢霆锋 而谢霆锋则是很快地和前任王妃就情不然了 所以舆论大多都一边倒向的偏向了张柏芝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张柏芝慢慢释滑了当时离婚带来的精神冲击 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何谢霆锋的那段过去表示感激 还祝福谢霆锋和王妃能够在一起 网友都散他大忌 张柏芝2011年何谢霆锋黯然离婚 到现在已有八个年头 两个儿子都有张柏芝照顾 张柏芝恢复单身之后 媒体更是盯着不放 驴驴传出有了新桃花 月前金爆在香港产下第三胎 不过近来网络上盛产12岁的谢霆锋对亲生父亲十分不满 直言自己很少接到爸爸 并认为他配不上妈妈 对此谢霆锋终于是做出回应了 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三年后 便与歌坛天后王妃附和 去年网传谢霆锋和谢霆锋亲密搭监照 是谢霆锋探望张柏芝母子是合拍的 谢霆锋样貌和谢霆锋十分的神似 且才12岁 身高就已经超过了170公分 不过网传谢霆锋长自谢霆锋首次打破沉默 他接受港媒访问坦白 因为爸爸很忙 自己和弟弟很少能够见到他 他表示我生病了 弟弟发伤了 只有妈妈陪伴着我 甚至万传 谢霆锋还说我不后悔 妈妈跟他分开 他配不上妈妈 这下无疑是把谢霆锋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 负面评论接踵而至 也不少网友对此抱持的 质疑的态度 认为消息来源不明 有网友质疑 谢霆锋这么小就接受八卦媒体的访问 也有感叹 导致 离婚后还是得多陪陪孩子吧 不过早在之前 谢霆锋曾透露平均为两个新机会和儿子见面 父子关系看来并不生疏 对此 谢霆锋经营人霍文西发表 审敏强调谢霆锋和孩子的关系良好 相处融洽 痛批不实谣言已经对孩子造成困扰和影响 五四亿人眼镇重生 他会用尽一切办法保护孩子 命孩子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亦不会忍受任何个人及组织及或媒体平台利用孩子做出不实报道 他并呼吁大众为孩子导想 认为这样的传言不仅会影响孩子 还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更严重影响了艺人的正面形象 若持续散播此谣言 公司将寻法律的途径 追求责任 不难看出谢霆锋和张柏芝虽然离婚 但二人对孩子的感情还是真切的 不希望小小的年纪的沈正轩就遭到娱乐圈负面新闻的干扰 那欣赏这个年纪该有的单纯和快乐 不过一些网友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就算离婚也得记得多陪陪孩子 好了 今天小师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娱乐资讯或者明星的八卦新闻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小师姐会第一时间为你呈现哦 我可以注意到我